大家好,又是我CanCan Sir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用260的氣球 簡單做一些很有趣又可愛的動物 送給大家 首先,今天我們會教大家做一個山羊 山羊和羊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沒錯,就是山羊會有一隻角 我們拿起260的氣球 首先,封脹它 大概剩下一隻手掌的尾巴 然後,我們放一點氣,打結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然後,我們開始做4隻手指的單結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4隻手指的橫結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3隻手指的紅耳結 再做一個4隻手指大的橫結 跟剛才那個一樣 這個時候,其實我有一個小貼士可以教大家 有很多時候,我們比例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剛剛做了一個4隻手指的橫結 如果我們想去一樣大小的話 最好跟前面那個做一個比較 那你就可以確保 領完出來,兩個是應該一樣大小 而不要去到最後的時候 發現,原來兩邊大小的事情會發生 好,接著我們把它收拾好 把紅耳結放在兩個橫結的中間 然後,把這個紅耳結塞進去橫結的一邊 好,就是用一個橫結夾緊 把紅耳結夾緊 塞完左邊,塞右邊 都是打開一個橫結 然後,把它放進去中間 好,兩個都放進去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山羊頭出來了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給它一個動物身體了 動物身體,首先我們要有一條頸 有一個頸,大概兩隻手指大的單結 然後,再做一個三隻手指的雙結 大家還記得嗎? 單結加單結就會成為雙結 單結加單結,拾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輕鬆做到一隻前腳 然後,再用四隻手指 做一個單結,做它的身體 再用三隻手指的雙結 再用三隻手指的雙結 哇,這麼快,山羊就大功告成了 再用四隻手指, 讓一旦 再用四隻指,組成 再用四隻手指, 讓一旦 再用四隻手指, 讓一旦